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目前,在正面战场,俄罗斯跟乌韩都想有所突破 但是几乎都处于一个僵局状态 没有一方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果 在阿弗蒂布卡,随着俄罗斯进攻再次被粉碎 丢下了数不清的尸体之外 这个战场基本上没有悬念 在乌尔战场陷入了僵局 乌军的进展比较慢 在正面战场,由于俄罗斯军队 把主要的攻击点放在阿弗蒂布卡 导致乌军被迫向阿弗蒂布卡调集了兵力来防守 使得在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打了很长时间,双方都很疲惫 乌韩军队想要进攻 不得不想其他的办法 然后我们看到,乌克兰另辟蹊径 在防御阿弗蒂布卡的时候 抽出一只手来,突然出兵地内波合 笔者判断,从整种的迹象显示 真正能够有突破的地方就在于地内波合这个地方 这个绝对会有惊喜啊 就像农民抛芋头一样 这一锄头抛一下 一拽就能拽出一坨地瓜 乌克兰军队最近几周一直加强在地内波合左岸的推进 他们已经在克林基建立了第二个桥头堡 乌军在此桥头堡的未来进攻目标 很可能是在其东部方向的克尔松卡 一旦占领此地,乌军处境立刻留安化明 如上图所示T206高速公路 在克尔松卡以南 连接着通往克里米亚的西部和南部的主要城镇 往东走 这是一条直线可以切断俄军在辛卡呼福卡驻军的补给线 也就是说一旦收复了克尔松卡 乌军向南可以推进克里米亚 向东可以进攻美里托布尔 并与托克马克进攻线的扎布尔热乌军 东西前行包围托克马克与美里托布尔 说白了一句话 在扎布尔热陷入僵局的时候 乌军队开辟了另外一条战线 打算东西并进来攻击托克马克与美里托布尔 这体现了乌军一个灵活的思路 既然从北往南打不好打 那就改变思路 东西夹击的方式来破解难题 不仅如此 乌克兰还先下手为强 用海马斯攻击了新上任的司令官 特布林斯基上将的指挥所 这个上将比较有名 他与雇佣军组织瓦格纳集团有联系 他与苏勒维军和普里格金关系密切 这样的人乌军知道之后肯定会想办法 第一时间给除掉 昨天有不少报道称 乌克兰使用海马斯导弹 击中了位于赫尔松州黑海沿岸 被占领的斯卡多夫斯克的一处 前集体农庄改建的酒店 据称 有非常重要的官员驻扎在其中 有网友猜测 这个上将就住在里面 看看乌克兰在迪涅伯和战场 紧锣密鼓的推进 有外界猜测 乌军在这个地方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动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 乌克兰将继续进攻 力争在2023年底和2024年 在战场上取得成果 我们有一个计划 我们有非常具体的城市 我们要进入的非常具体的地区 我无法分享所有的细节 但我们在南部地区进展缓慢 在东部地区也有进展 他补充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赫尔松地区 取得一些成果 但没有透露细节 从这段话里 我们能够捕捉到什么关键的信息 泽连斯基说的具体的城市 具体的地区又是指的什么 难道指的是克里米亚吗 兵法讲兵折鬼道 在用兵打仗的时候 不能告知敌方真实的意图 看来乌军在阿弗迪布卡 是采取首式作战 在扎布尔热采取攻式作战 在跟俄军陷入僵持之后 又想到在地涅伯河 开辟第二战场 然后在地涅伯河战场 采取大动作 力求有所突破 乌军的目标很明显 就是直取克里米亚 有评论指出 赫尔松地区确实需要加力 这个地方目前是进攻最好的时候 俄军的众多炮灰均被困在乌东 对你此刻 扎布尔热方向上 这个时候与其在这几个点天兵 不如找到薄弱环节突破 这几天的动态情况 一是在扎布尔热战场 维尔伯维突出部 被乌军拿下来 二是号称无法拦截的俄罗斯KH-59导弹 被成功拦截 夜间 地涅伯罗比罗夫斯克地区 在东方司令部指挥下的乌韩部队 拦截一枚KH-59导弹 三是匈牙利欧尔班再次遭受沉重打击 欧洲财政委员约翰内斯Khan表示 仅匈牙利无法阻止欧盟预算增加 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 为期四年的500亿欧元一篮子计划 他补充说 欧盟委员会有批准修订后预算的变通办法 不需要不达佩斯的支持 匈牙利欧尔班这次该傻眼了 他的固执 跟他一直在跟欧盟作对的现实 让我想起一句话 皮肤汉大叔可笑不自量 昨天乌克兰采取了与往日不同的大动作 乌军首次在这里集中了空军的战斗机 武装直升机轰炸俄军阵地 同时向地内薄荷流域调集了防空导弹 此外乌军再继续往左岸运输装备 正在把手头的几个地内薄荷解放区连成一片 整合成一个巨型的桥头堡 这紧锣密鼓的推进意味着乌军在此想搞一个大动作 也意味着未来战场一场大的决战即将到来 彭博社10月10日援引未经正式的消息称 欧盟不太可能在2024年3月之前 向乌韩交付他们承诺的全部100万枚炮弹 根据欧盟今年3月批准的一枪计划 欧盟将在一年内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 该计划的第一步包含用欧盟各国自己的库存供应 第二步 这是联合购买新的炮弹 彭博社在10月初报道称 完成这次军事援助的时间 已经过去一半以上 但欧盟只交付了其计划供应的炮弹30% 有可能最终也无法按计划实现100万枚炮弹的目标 据报道这个问题将在下周的欧盟国防部长会议上讨论 基辅独立报的一项调查显示 欧盟你增加他们的炮弹产量 你加快对乌克兰的援助 但这种努力一直受到各国官僚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阻碍 乌克兰对弹药供应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俄罗斯正在提高他们2024年的国防预算 据报道 俄罗斯从朝鲜获得了100万枚的炮弹 而华盟顿的政治内斗 则导致美国削减了对基辅的军事支持 尽管自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受到广泛的制裁 但俄罗斯仍能通过各种的渠道 获得西方制造的零部件 用于制造攻击乌克兰的武器和弹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经常利用阿联酋等第三方国家 来掩盖这些本应禁止输送到俄罗斯商品 被秘密输送到莫斯科手中 据路透社报道 宣亚利总理欧尔班11月10日 对国家广播电视台表示 欧盟绝不能与乌克兰展开入盟谈判 他说 宣亚利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立场 宣亚利拒绝与乌克兰 就欧盟成员国身份展开谈判 自从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宣亚利一再阻挠欧盟向基辅提供资金 同时反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关系的欧尔班 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并声称基辅的反攻注定要失败 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 欧尔班和匈亚利外长西阿尔托 多次会见了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高级官员 就在前不久 大多数匈亚利人对欧尔班10月17日 在某个论坛上与普京的会面 表示不满 欧尔班声称欧盟欠匈亚利数十亿欧元的欧盟资金 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暂停 原因是担心该国法制恶化和腐败加剧 匈亚利这个曾经被俄毒浸泡几十年 好不容易爬出来的国家 在欧尔班这样的人的领导下 到底要干什么呢